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 首先带你来看 为了预防青少年专染犯罪 疫情解封后的第一个暑假 金融市警察局动员了上百名的警力 执行青春专案勤务 针对游乐场 KTV进行领检 还特别出动了抛弃式电击器 警方鹤枪实战来到KTV扩大零件 来 再见吧 等一下 来 这边 暑假到上百名警力 出现在金融闹区执行青春专案勤务 不过除了远警手持的重锋枪之外 连难得出现这把抛弃式的电击枪 也派上用场 往上拨到手动模式 就可以利用这个大拇指这边按到按钮 进行放电 没错 解开电阀 按下扳机 瞬间可以射出3万伏特的电流 可将对方击倒 尤其远警在狭窄空间 遇上歹徒近距离攻击 很适合用电击枪来取代辣椒水 那抛弃式电击器它可以近身 用声音下阻歹徒也可以 电击歹徒 那如果个歹徒身上持有危害警察的武器 比如刀啦 棍啦 那我们就离它适当的距离发射 这个抛弃式电击枪 电击器有3颗子弹 前两年疫情 青春专案规模缩小 今年警方大动作出击 就是希望提供市民一个良好的夜间环境 因为今天是7月1号 是青春专案的第一天 所以我们到辖区 妨害青少年成长环境的KTV林检 劝阻这个业者不要提供青少年 烟酒 槟榔跟毒品 暑假期间应该妥善规划假期 避免生夜在娱乐场所流连 维护自身安全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另外为了让学生填饱肚子 同时关怀辅导弱势学生 高雄市青年国中与社区面包店合作 利用食物银行的概念 从民国103年开始推动爱心面包计划 持续10年给弱势学生免费的面包享用 传递爱心成为社会善的力量 高雄青年国中的学生 在下课后非常开心 大家准备拿香盆盆的面包迫不及待的打开享用 谢谢店长还有校长提供我们这些不同的面包 每天可以吃到不同口味 很开心 巧克力跟乐狗 下午再吃 就下午当点心吃 把这些爱心面包给大家吃 很谢谢他们 而且觉得很感动 他们有这样的举动 很感谢学校可以免费给我们 就是能够下午肚子饿的时候能够填饱肚子的东西 谢谢他们教我那么多年 真是辛苦 学生能有面包可以享用全市辅导主任陈凯强 从民国103年开始 与社区面包店家结合 利用食物银行的概念 推动了10年的爱心面包计划 来辅导关怀需要帮助的弱势学生 他到学校来都是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学生 那我个人认为食物是很好的安慰剂 那给他面包跟他聊天的时候 那样的心理的感受 我觉得学生是感受到温暖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把辅导的工作跟介入 我觉得会产生更大的效果 校长也代表学校致赠感谢状 给长久以来无偿贡献的爱心面包店 看到那个学生跟老师来发感谢状子的时候 我们都很开心 因为老板就属于他比较默默的心上 他比较不喜欢大肆宣扬 校长提到除了关怀青年国中的学生 学校也以策略联盟的方式 将爱心面包计划 分享给附近的中山国校 以及偏远的茂林国中 资源本来就要共享 而且教育本来就不能分区域 其实孩子要需要 我们都会去帮忙孩子 那我们常常看到孩子拿到面包的 那种表情其实就非常非常的欣慰 高雄青年国中爱心面包计划 持续关怀弱势学生 不仅温饱学生的胃 也在他们心中坠入了一股暖流 谢谢院长 谢谢主任 谢谢校长 记者潘志光和文宇高雄报导 再带你来看台南市安平五旗街区 繁荣发展协会举办公益市集 为台湾癌症基金会筹募善款 同时为了要响应头发齐捐 爱心无限的计划 网红爱吃灰也捐出了他自己的头发 制作成假发 捐给有需要的癌症病友 并邀请议员陈宜珍一起来拍影片 鼓励民众一起加入爱心行列 大热天留着一头长发 他是网红爱吃灰 因为一个信念 他特别花了一年时间将头发留长 日前在大家的见证之下 将头发剪掉 并捐赠给台湾癌症基金会 制作成假发 提供给有需要的癌症病友 因为我们当初就是 因为我家人因为癌症过世 然后想说我们其愿就是 把自己留长发 然后男生留长发比较可能突兀 我们一路以来就是可能深受质疑 说爱怎么那么颓废 然后后来我们就是想要把这件事情 就是抛砖于 让更多人重视这件事情 然后让更多人可以去 可能捐钱也好啊 或是捐法也好 所以我们就找到我们爱心行列会的代表 然后我们一起来共同可以 共享胜举这件事情这样子 那你头发留多久 三年 三年喔 你今天要减掉会不会很舍不得 有一点 有一点喔 但是还是决定要把它减掉捐出来 帮助所有需要的人这样 当天也结合台湾市安平五期街区繁荣发展协会 办理市集活动 借此吸引民众来捐法 市议员陈一臻更是来到现场 与爱吃灰拍影片支持这项行动 鼓励民众可以透过自身的行动 来帮助更多的癌症病友 为了很多的癌症的朋友 那一定在治疗过程中 或副中可能会有掉头发 但是很多的癌友们呢 他们其实不一定有能力 去负担这个假发的费用 所以透过大家的捐法 能够让他们呢 也可以有维持一个 不会让大家觉得说 好像比较不好看的状况 就是很感谢爱吃灰的邀请 就是有邀请我们台湾癌症基金会 到现场做一个捐法的活动 那他就是非常的有爱心 就是在受邀请的同时 他也有就是跟我们说 希望说我们在现场 他其实也有募集了很多爱心商品 也有很多的爱心企业 来一起支持这次的捐法活动 这场捐法市集 在安平德阳军舰园区 一连举办三天 台南市安平武器街区 繁荣发展协会理事长 王波群表示 希望能透过活动抛砖引玉 让更多民众为社会公益 贡献一份行李 记者杨顺怀台南报导 接下来又带你来看 金融市教育处推出了海陆之间 海岸水域活动体验 这一项地方永续的海岸计划 预计将造福金融2000人次的师生 搭船出海体验各项海域活动 以过来感受海洋魅力与海洋教育 亲身体验海域活动 进而推动海洋教育 近60位老师搭船出航 近距离观察海岸地形 101高地 朝进公园 酋长岩 橡皮岩 研究地质地貌外 还融入艺术美景 夕阳余晖下的海洋 像黄金般的发亮 日落后进入重头戏 夜调体验展开 海域生态究竟有多丰富呢 才刚把鱼杆入水 就钓起山省发亮的白带鱼 一傍晚的时候都是白带鱼大摇 白带鱼最近才陆陆续续过来 再来就青鱼 独家鱼 它每个钓点大概都是不太一样 跟着厉害的钓手选择钓点 钓耳及使用钓具的技巧 它跟恰张不一样 是它前面的棋很长 很长的就是拨 短短的就是恰掌 小心钓子以外 还要小心它的牙齿 你看我们刚刚的线 你看这钓子 这个就是这样一画 然后钓子马上不见 跟我一般市面上市场上的不一样 有没有看到 特别银色不是白色 我们今天已经钓 四条白带鱼了 这次活动不仅让救师们近距离感受到海洋的美丽 更能深入了解海洋生态 透过这个计划把基隆最美的海岸风景 跟海岸经济介绍给我们的老师 可以让小朋友可以从海上看基隆 看我们美丽的基隆海岸线是多么的美丽 在不同的时间早上黄昏下午 都可以更加爱护我们的家乡 有爱城市就从海岸开始 这次活动不仅让救师们近距离感受到海洋的美丽 更能深入了解海洋生态 海岸地形地质 进而将永续海洋的海洋教育理念向下传承 记者蔡小军基隆报导 您知道高雄澄清湖有一座隐藏版的海生馆吗 这一座原本由地下碉堡改建的海生馆 结合历史生态教育意义 里头不仅能近距离观赏海洋生物 更有万年的贝壳化石 与千年的珊瑚收藏 非常适合全家大小一同游览 体验海洋之美 说到南部的海洋生物教育场域 许多人会想到屏东车城海生馆 但您知道吗 高雄其实有一座隐藏版的海洋博物馆 就位于成青湖的风景区内 外观看似不起眼 但它的历史可是大有来头 他是从民国48年 蒋介石先生 就是先总统 他为了要有一个自己的黄身之处 所以就选择在这个地方 就盖了这一座地下碉堡黄河报指挥中心 第一个进入到眼帘的就是这一扇 具有历史文化典故的5000公斤重的核子防爆门 它是内含铅的一个架构是一个铁门 那铅呢是可以吸收辐射的 也就是说今天如果外面有核爆发生的时候 这个门一拉起来 那基本上来讲核子的辐射是会被里面牵所吸收 所以它就不会进到里面来 82年的时候 我们呢就是进驻到这个场域 然后把它整形改建 所以从一个战争速杀气息的一个地下碉堡 作战指挥中心 然后转型成为一个具有生动活泼生态教学意义的 也算是全国唯一的地下碉堡型海洋博物馆 我们算是首创 除了建筑物本身历史悠久 馆内拥有的生物与珍藏也非常具有教育意义 例如这两条在这里生活了20多年的海蛇 罕见的在青氧环境中生蛋 就证明了这里的安心舒适 博物馆内也有不同种类的生物 让大家饱览海洋之美 杀人被支撑也是为全世界最大的贝壳车取贝 我们现在馆园里面 博物馆所陈列的这一颗车取贝 它具有万年以上的历史 最大的特征就是从那个横切面可以看到 基本上已经浴化了 也就是说它吸收了很多土里面的 二氧化石 SIO2 年代够久远它就已经成为玉一样的一个被 那我们能够把它保留在这里 绝对是台湾之宝之一 这边大家看到的这个是海苹果 那这个海苹果从外形来看 你觉得它的形状就真的很像苹果一样 颜色也很多变 它是一种海参 上面的话是它的触手 它正在进行这个摄食的动作 前面这个口是它的嘴巴 后面会有一个叫屁股的地方 所以它是有口跟屁股这样 那各位来到这边的话 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是一种橱窗式的一种 水族箱的一个设计 那这样子的话呢 游客来到这边就可以很近距离的 来观赏我们这些海洋生物 而且呢同时我们有时候 会有一些不定时的一个喂食秀 让民众来这边看这些海洋生物的时候 可以看到更多更细微的这些摄食的动作 这里还能看见千年的自然珊瑚收藏 也拥有生态触摸池 汇集多重特色 让游客更能在特别的场域下 结合历史生态教育 一窥多样化的神秘海洋 下次不妨和全家大小 一同到澄清湖这座隐藏版的海生馆走走吧 记者中福气李凡飞高雄报道 迎接暑假 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举办 芯片海师历险记首映会 海科馆特别邀请海科馆的粉丝 以及建德国校的学童 一起来观赏这一部 荣获很多奖项的海师历险记 透过奇幻的旅程探险 唤醒大家对濒临澳洲海师的暴育观念 奥托的妈妈必须远离她 出海去寻找食物 单独留下幼小的奥托 海师历险记 讲述濒临绝种的澳洲海师 精彩故事 小海师奥托在母亲和伙伴的协助下 学习驾育环境 成长过程中 遇上了大白鲨 做头巾 墨鱼 带领观众一起踏上 充满奇幻的历险记 这部片子 其实很特别 是因为在叙述着一个 这个奥托这一只小海师 那平常是父母亲的客户 所以在一个很优渥的环境 但是父母亲觉得 他的成长过程中 应该让他去 体验不同的生命 所以就把他放出去 然后在一个大海中 悠悠自在 但是发现 原来大海不是悠悠自在而已 有非常多的惊悚的这一些 奇幻的经历 包含可能会遇到 会吃他的这一些 这个大白鲨 或其他很大的 这个形体的海洋生物 但是这一只小海师 虽然小 但是他为了他的希望 跟他的目标 所以呢 在这种惊弦的 这种经历里面 他都还是有办法 运用智慧 然后脱颖而出 最后都能够 这个达到他要的 这一个目标 跟这个历程 所以其实这个片子 其实有很大的教育意涵 手印会邀请了建德国小学生 一起欣赏 获得正面回应 更被师生一致好评 海科馆一直是 这个基隆市的小朋友 在学校之外 一个非常棒的 一个学习场域 那今天我们恭逢其盛 来参加这个 海师历险记的 一个手印典礼 那其实所谓 所有的户外教育 还是要跟教育有所结合 今天这个影片 我们不但了解海师 它所处的一个生态环境 也深刻的体会到 一个背后很励志的 一个寓意 我想这个就是非常非常 有这个非常棒的一个教育活动 那也谢谢海科馆提供 这样子一个教育平台 那它现在呢 其实在设施改善了之后呢 其实越来越适合 很多的学校家庭 甚至是很多的团体 一起来这边感受一下 我们海洋的相关的生态跟科技 有我们很多的教育的方面 都可以从这样子的海科馆 的设备提升上 更深入的推广 那也非常感谢就是 我们的馆长呢 他很积极的在做这样的事情 那我们基隆市议会呢 其实像议长也很关心 教育的议题 所以我们都会一起来努力 支持推动这样子的场馆的 相关的设备的提升 海市历险记获得多项大奖 包括野生动物保育电影节 作家生态系列影片奖 路德丹野生动物电影节 官方优选奖 是一副值得观赏影片 我们在博物馆里面 也推动了非常多的多元的 可以参与的课程 包含种珊瑚 包含美人鱼表演 其实都在倡议着 怎么去爱护海洋 所以其实很多元的这种活动 如果来参与的话 你会发现我们真的是 生命很可贵 但是我们其实是很小的一环 然后每一个人都应该 为这个大环境 能够付出一份心力 迎接漫长暑假 海科馆也推出多样精彩 又丰富的展览 暑假期间海科馆天天开馆 假日延长服务时间到傍晚6点 记者 黄少铭 金融报道 再带你来看 新北市立陶瓷博物馆细水池 即日起开放免费入场 水池高度约20公分 适合各年龄层的小朋友们一同游玩 官方每周一及周二 会关闭水池 进行清洁 确保水池 小朋友们换上泳装 拿起水枪在池子里玩得不宜乐乎 这里是新北市立陶瓷博物馆外的细水池 每年夏天都会开放给公众免费入场玩水 几乎成了周遭居民每年一定要来玩的夏日细水圣地 新北市立陶瓷博物馆营运行政组组长林中林表示 欢迎大家把握夏季来到陶瓷博物馆细水池 消暑度过充实的暑假 因为其实我们陶瓷艺术园区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园区 有很多的公共的艺术品 很适合就是家长带着小朋友来我们这边玩 可以顺便欣赏我们那个户外的一个公共艺术品的部分 那也可以让小朋友在这边尽情的玩 另外我们细水池旁边也有沙坑 那还有我们还有那个摇烤面包 那就可以欢迎大家可以多来这边 夏天玩水是很好的一个消暑的活动 那我们的细水池开放时间是从早上九点半 然后平日是到五点 然后假日是到六点 那欢迎大家来我们细水池 家长可以带着小朋友来我们这边玩水 李中林表示对于水池及安全都有完善的控管 每周一及周二都会固定清洁保养 确保小朋友们都能够在干净的水池里游了 水月高度约摸20公分 让各年凌晨的孩童都可以在水池活动 同时他也呼吁来细水的民众 不要站在水池中间的球形装置艺术 避免有跌落的状况 我们这边都有保全会在这边巡视 然后还有展场人员 另外我们这附近也有一些AED的设置 还有包括一些医药箱等 一些急救的必要的措施等 那就是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 可以找我们现场的保全或展场的服务人员 我想最重要细水最重要就是要注意安全 那就是说在水池里面的时候 可能就是不要去奔跑 那不要去踩它那个草球怕滑下来 那另外家长可能要看着小朋友 因为有时候小朋友会比较攀爬一些阶梯 或一些不注意水深或者是一些情况 那就是避免危险这样子 当日有两所英哥在地的国小及幼儿园 带着班上的同学们来玩水 他们都表示因为学校临近淘宝馆的缘故 每年夏天都会趁着放暑假前 带同学们过来玩水 同学们也都相当喜爱这项活动 都玩得非常尽兴 二年级的学生来这边玩 因为快要放暑假了 所以刚好期末考完就让他来放松一下 对对对 你要选这里吗 蛤 怎么会选这里的 因为离我们学校比较近 然后步行就可以前往 然后又是免费的 对啊可以让大家就是 而且水深满浅也满干净的 所以就可以让学朋友来这边放松这样子 我们学校每年都安排淘宝馆的餐馆 每年有时候是去里面参加DIY活动 然后有时候是在那边玩沙玩水 所以在淘宝馆规划一系列的活动 可以让孩子待很久 然后假日的时候 我们就请家长在那边参观 他们来玩水 所以淘宝馆是一个非常老少嫌疑的地方 淘宝馆细水池即日起免费开放到10月10号 每周三至周日9点30分至17点 假日则延长到18点 官方也呼吁民众避免让孩童在池畔中攀爬奔跑或推挤 亦不可乘坐重压池内的陶瓷球体 在休息区铺野餐店共享休憩时光时 也请留意请勿挡住通道 请市民朋友们一起维护环境清洁 想要干净又安全的休闲环境 记者已根基新北采访报导 同样是享受玩水的乐趣哦 淘宝柳长尖山皮度假春 特别引进全新的气垫师乐园亲子气垫设施 在暑假期间开放3到12岁的儿童免费玩到宝 另外还规划了水路大冒险 茅台绿市集及宠物路员优惠等活动 让民众多一个消暑的后去处 为在台南柳营 台糖尖山皮度假春 为迎接疫情解封后第一个暑假 同时也是国内家庭旅游的旺季 特别推出一系列亲子宠物暑假系列活动 除了有清水气垫设施 气垫施热源 让民众尽情玩水 另外带宠物入园 主人还可想免票入场 现在比度假春 今年暑假期间推出气垫私乐园 那因为暑假期间很热嘛 那小朋友最喜欢的就是玩水 那我们有一个气垫的一个水池 让小朋友尽情在里面去玩耍 那另外我们在暑假期间 今天兼对毛小孩 我们也举办了毛小孩的市集 那希望透过有养宠物的这些 爸爸妈妈可以带着他的宠物 到园区里面来做进行的玩耍 那这边带宠物的我们也有优惠的活动 那在官网上我们都有公布出来 那希望是说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 让暑假期间爸爸妈妈可以带着你的小孩 还有带着你的毛小孩 到我们尖山皮度假村 来尽情的一个玩耍 欣赏这个湖光水景 度假村引进全新气垫私乐园 设有10平方公尺的充气细水池 海盗树屋水滑梯与手摇船等 活动宣传台糖公司 也特别邀请临近的新三国小 小朋友前来体验 每位小朋友玩得不亦乐乎 好聊好舒服 好好玩耶 就是可以玩水 然后还有一些生态活动 就是可以帮助小朋友在 在自然界有更多的认识跟学习 还有了解这样子 然后对他们的那个课外活动 就是在这里是可以有很多课外活动的 一个吸取的经验跟 回忆很美好的回忆这样子 除了气垫私乐园 另外暑假期间 还推出蝴蝶王水路大冒险的套票 包括门票 油圆车 蝴蝶帽DIY教学 与水库冒险等 另外还有毛孩绿四集 只要带宠物入园 主人免门票外 另外同行还享有门票半价的优惠 欢迎全家带亲子毛孩一同前来体验 记者林跟台南报导 为了要打造符合亲子需求的油气环境 台南市政府积极易注金费 更新改造各区公园游戏场邮剧 其中北区区公所别出心裁 在郑子寮公园打造了台南第一座 有滑步车道的特色游戏场 让学龄前的儿童到青少年都可以滑车追风 小孩子骑着滑步车开心的玩 近年来滑步车已经是儿童之间 最夯的运动项目之一 台南市公务局补助北区区公所300万经费 将区内的郑子寮公园打造成台南市第一座 滑步车特色游戏场 透过我们的里面乡亲 大家共同讨论 因为我们现在的孩子 需要一个更正确 更正当的游戏 滑步车在我们这段时间 在台南市也很流行 所以我们的里面 还有我们的乡亲好朋友 来设计这个滑步车 来对我们的小朋友有很多帮助 这座公园规划总长 115公尺的双环型跑道 包含出发平台过浪型跑道 圆湖障碍及超高渠道等等 为了让儿童玩得安全也开心 北区区公所在开放之前 特别与市长轰卫者 议员陈宜珍等人来视察 这个公园已经是一个老公园了 本来的邮聚都已经是老了 这个部大户公园的设施也都旧了 有些破损了 那经过我们改造之后 很谢谢我们里长 还有我们各位议员 还有尤其我们社区的志工 大家的一个努力 加上公所的一个配合 能够成为 改造成一个新的 又有特色的亲子共同公园 那我相信不只是社区的爸妈 很多附近甚至更远的地方的孩子 跟爸妈都会来 一方面玩这个赛道 一方面也可以玩特色邮聚 北区区公所表示 一般邻里公园 已经不只是单纯提供民众散布使用 在改造的同时 需要注入更多的巧思 与多功能性的展现 满足不同年龄层的需求 另外台南市政府 将持续检视室内 有设置邮聚的大小型公园 逐步编列经费来维护改善 记者杨顺槐谈谈报导 再带你来看 新北市112年度周末艺术秀 周末在板桥区府中商榷开演 暑假的每周六 将由25所高中 国中国小 共41个艺术团队 带来音乐 戏剧 舞蹈 民俗技艺等精彩的表演 展现青年学子的活力才华 交易局副局长刘明超表示 新北市从93年起首创周末艺术秀活动 在每一年暑假期间邀请各校优秀艺术团队 到境内的观光景点演出 让学生能够有不一样的展演舞台 也让市民有亲近艺术之美的机会 今年首次在板桥府中美学示范基地的 府中青年美学空间 府中广场等地举办 希望透过多元艺文活动 让府中展现艺术活力 成为年轻人最爱的场域 那之前的三年很可惜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停办了三年 从今年开始 我们又整个把它拉回来 那其实以往在办理的形态上面 我们都是到我们 新北市的各行政区的各个 不管是民胜古迹或各景点 去做办理跟巡回 那今年我们特别 结合我们板桥的那个 府中商圈 还有府中广场等等这些地方 拉回到这个区块来 一起让学生在这里 有一个表演舞台 其实我们很期盼的是说 让学生在表演过程当中 跟我们结合商圈的一些活动 可以让我们的学生 跟市民朋友 可以有互动的一个机会 那最重要是 让我们学生的表演 有一个舞台 可以让学生更有自信 展现他们学习的一个成果 那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也期待说 我们的市民朋友们 可以有这机会 让我们的学生的表演 让他们看见 甚至他可以来鼓励 或是说肯定 我们学生的一个表现 那最重要的是 当然府中商圈 这整个地方 是未来我们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商 商业的一个区块 那我们也期待说 在这边 可以就有这样的一个结合 让我们的这个 这里的活动 能够更加蓬勃发展 首日由 莊敬高职学生 带来精彩的舞蹈演出 参与的同学黄思琪说 为了练好舞蹈 利用课余时间 花了半年多 才渐渐有了成果 吴宇涵则表示 能够来到府中商圈表演 让他们既紧张又兴奋 很高兴能带给大家 精彩的表演内容 我们每天放学都会固定在 放学的时候 会固定一起去练习 然后大概花了半年左右 或甚至到八个月这样 然后我们今天 接到这个表演的时候 其实很紧张 耶 然后后来我们看到 就是观众都很热情啊 然后而且 只是现场也蛮嗨的 从紧张变到 就是很快乐 在享受这个表演 教育局表示 112年度的周末艺术秀 从7月1号起到8月26号 每周六下午到傍晚举办 欢迎市民朋友 假日西家带卷同游府中景点 同时来欣赏优秀艺文团队的演出 来场夏日音乐饗宴 各场次表演团队资讯 可以上新北市社会教育资源网 艺术教育 周末艺术秀查询 记者赵石渊 新北采访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台北市大同区公所 112年的成年礼活动 在永乐广场温馨登场 适逢成皇爷诞成前夕 特别由成皇老爷祝福即将步入成年的礼生们 平安长大 市长蒋文安也在现场 恭喜所有的礼生转大人 迈向人生的下一个阶段 参加成年礼的礼生与家长们 来到台北沙海成皇庙 在成皇老爷的加持下 祝福即将步入成年的礼生们 平安长大 市长蒋文安也到场 一同欢庆这个重要时刻 除了感到格外开心与感动 蒋文安表示 有着成皇爷的祝福加持 更是让这次成年礼活动 充满神圣的意义 今天所有来参加成年礼的礼生 所有的年轻朋友 在我们成皇老爷的见证之下 都能够迎接人生新的旅程 新的阶段 我也期待 我们每一位 今天参加成年礼的年轻朋友 展望未来 都能够发光发热 能够朝自己的梦想目标前进 大同区公所 除了精心准备丰富的成年礼品 分享给李生及家长 现场还安排精彩歌唱表演 经由按摩孝青仪式 以及成年盛典等活动 带给李生与家长 温馨愉快的情子时光 而压轴彩蛋抽奖活动 更是让现场气氛 嗨到最高点 我们今年的成年礼 特别结合我们峡海文化节 那也适逢我们城隍老爷的圣诞 所以我们今天办理一系列的活动 除了替城隍爷卵授之外 也让城隍爷替各位李生祝福 现场平安跟喜悦 除了刚刚替霞海城隍庙的城隍爷卵授之外 那我们今天也办了一些精彩的活动 去场真的要祝福各位李生 即将成为一个有担当 脑负责任的成年人以外 不要忘记在你们的左手边 右手边 要感谢你们爸爸妈妈的养育之恩 我在这边要祝福各位最佳男女主角 蓬城万里 同时也要祝福我们在场的爸爸妈妈 身体健康和家平安 这次成年礼活动 现场涌入300位亲友与市民 一起见证温馨且特别的成年仪式 许多李生更是全家出动 还有三代同堂的共同参与 不仅展现家庭的凝聚力 也见证家族的连结与传承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导 再带您来看 桃园市府青年局 在中路设宅二楼设立中路电商基地 不仅提供完整的电商通路 上架计划 辅找在地的清创团队 还有摄影棚 直播室 物流室等空间 可以免费提供给团队使用 期盼借此帮助清创团队 打开销售通路 提升品牌能见度 完成创业的最后一里路 随着倒鼠声 宣告中路电商基地正式开幕使用 桃园市府青年局 日前在中路设宅二楼设立了中路电商基地 不仅提供一整套完整的电商通路 上架辅导计划 还有摄影棚 直播室 物流室等空间 可免费提供清创团队使用 拍幕当天还特别与知名电商平台合作 现场直播销售T-Select桃园严选商品 那位市长张善真也现场下单支持 希望能借此辅导 在地团队打开商品销售通路 电商是我们开发出好产品以后 行销最重要的一关 除了在实体销售以外 在网路上面销售 现在已经是非常非常风行的行销的手法 所以我们一方面培养我们的这些 新创朋友做出好东西 再下来最后一路 就是要让他们能够有好的行销管道 今天我们中路的电商平台电商基地 就是要帮他们完成电商的最后一路 我们这边提供了电商直播 所需要必备的一些基本设备 也会有一些培训的做法 让他们除了开发好产品以外 也会变成一个自己产品最好的行销的人员 多个预定接受辅导计划的新创团队 也在现场展示商品 从在地青龙到文创商品都有 把握机会拓展品牌能见度 有团队也分享先前尝试上架电商通路 所遇到的挑战和困难 因此很感谢桃园青年局 如今提供一条龙式的辅导计划 帮助团队不再瞎子摸象 完成创业最后一里路 先前我们自己也尝试在国内的其他电商配菜上架 但是第一个上架费用高 然后我们还要有专门的人员来协助上架 那还有再来就是仓品的物流的部分 就是在这个库存寄送的部分 其实对我们来说都是人力的负担 那现在有这个基地来协助我们做产品的出货 还有呢协助我们做产品的上架 我觉得这个对来说大大节省我们的人力成本 对那也让我们能够在电商的一些 页面有更好的露出 再加上这里是一条龙的服务 还有线上直播 所以我觉得对我们的业者来说 协助是非常大 然后让我们可以更快的去推散我们的商品 也希望未来可以有更多直播的机会 或是有更多的新创团队可以加入 让他们可以一起来推广自己的产品 谢谢 台卫市府青年局表示 今年中路电商基地的营运目标 希望能辅导400个以上的桃园商品 上架到电商通路 并预计邀请在地知名业者一同参与 发挥以大代小的力量 协助在地青创团队拓展更大的商业机会 记得有点桃园报道 再带你来看北漂回乡的青年 两年前在庚山开了深夜食堂 今年5月还入选了米其林的指南 老板想起开业时遇上疫情 因此很感谢青年局的青创补助 让餐厅得以坚持下去 今年青创补助有近300家的事业通过 高雄市府欢迎其他青创事业的青年 明年来申请补助 施木鱼渡在油锅上滋滋作响 搭配中式的黑豆池 再用日式类蒲烧的方式熬入 这是入选米其林指南推荐的美食 北漂今年回到自己的家乡岗山 开了一间深夜食堂 用温度来命名 希望能带给大家的不只是人情味 还有各式各样的温度与氛围 老板也与我们分享 当初让他想回馈社会 并且爱上做菜的原因 高中的时候是参加了 那马下乡的一个活动 所以我有去那边做菜给他们吃 所以那个时候才会觉得 哇 这边的人的物资 没有像城市的那种小孩 吃得这么好 对 所以就会希望就是 用这个方式 可能去做一些料理给他们吃 其实讲真的 到后来他们感受的那个温度 不是说他们 他们吃得很开心 也不是说怎么样 就是他们的 他们回馈给你了 其实不用说要给你钱 给你那种 他们最大的点就是 他们的那个笑容吧 对 因为他们可以看到妈妈吃得很开心 我觉得这就过了 想开一间没办法被取代的店 也希望让客人有舒适的用餐环境 餐厅没有提供制式菜单 老板也特别找了非本科系的合伙人 希望可以在每期的菜色上 蹦出不同的火花 一起做这个行业 就是因为我看中他 他不是本科系 我是本科系 所以我会有一定的制定 既定的一个印象 比如说什么东西 搭这个东西 就一定会成为什么样的风味 我脑海里都其实用想 我大概都知道说 这个东西加这个东西 一定会很好吃 就像山药排骨汤 可是他或许会蹦出其他的新的花样 是我没有想过的 前两年餐厅开业 刚好遇上疫情 老板特别感谢青年局雪中送炭 透过青年局的青创补助 让餐厅得以坚持下去 青年局补助他租金10万元 身材积蓄5万元 总共15万元 帮他度过疫情的一个艰困时期 那他使用的是在地的食材 那另外也有相关的回馈乡里的一个措施 那值得推荐给青年朋友 或者是相亲能够认识这家店家 青年局也提到 今年青创补助已经截止 将近有300家事业通过 也欢迎其他青创事业的青年 明年也能申请青创补助 记者黄冠维和文鱼高雄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大溪是桃园绿竹笋最大的产地 种种植面积超过了300公顷 产量近2000公噸 每年5到10月是盛产的季节 农会将举办评价比赛 一起来跟歌手来学挑好吃的竹笋 笋农小心翼翼的将深埋土里的竹笋挖出 每年的5到10月是绿竹笋的产季 各区农会也将陆续展开评价比赛 大溪是桃园绿竹笋最大的产地 总种植面积超过300公顷 产量将近2000公噸 可以说是绿竹笋的故乡 口感鲜甜软嫩富含纤维 是许多老套的最爱 那你知道好笋该怎么挑才好吃不凡苦吗 鲜笋就是要鲜这形的 鲜不可以出车不可以出口 我现在价修冰这支就是出车大家看到 倒手冰这就是白 价修冰这就是出车又出口 你看不出来它里面有口 口里面的粉会哭 所以如果鲜笋可以做凉拌切叉 可以做煮汤 这都百分之百我倒手这个 真手这个是可以煮汤 重点是你还要煮过 你没煮过会哭 这就是我们打开里面 你看里面那个港 港的里面就是有粉 有粉的地方就是港 头的地方没关系 现在是这里面这港有粉的 那粉就会哭 你如果要煮汤送材 你要把它扣掉就不哭了 桃园近年来都在推广 不打农药减少化肥的有机农业 但农民指出传统农业面临老年化跟缺工的问题 虽然大家都愿意转坐有机 可是不打药而疯长的杂草 却找不到工人来除 老人家也除不动 未来会让皇帝更多更没有人物农 夜日华表示政府除了辅导清农 也要先顾好老农的权益 付出公费或经费 像我们现在的农民 现在大家看到这些草 基本上都没有欠缺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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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 农水这种种加起来差不多三千通口 这希望政府可以在这个方面上 可以给我们这个人和钱 可以给我们农民赞助 这样农民才可以继续做下去 不知道政府还在退什么青农回乡 我是希望青农回乡 这两种老农先过好 再去过青农 这样才有办法 希望说对青农这些 可以一些钱给它自由营用 如果没有我们现在在山顶 老人很多 已经在地淘汰了 还账不账人 下期这些会越来越多 大溪区蔬菜产销第十一班 配合政策投入有机农业 落实不用化肥的竹林管理 也希望政府能给予配套的补助级支持 才能让地方农业允许经营 也邀请大家一起在产季 平常桃园在地香甜的绿竹顺 记者蓝维一桃园报道 夏天是芒果盛产的季节 台北市松山路等街道 分隔岛上的芒果树 因为盛产 常出现过时掉落的情况 不但会污染环境 甚至影响交通安全 还有民众冒险到分隔岛 剪芒果 因此台北市政府公园处 每年五六月都会出动打果大队 台北市政府公园处人员 乘坐高空车 到好几层楼高的分隔岛树上 顶端作业 他们是打果大队 目标是芒果树上 结石累累的芒果 这也是台北市松山路 整条分隔岛上种植的65株芒果树 每到夏天 随风飘移的芒果树自动掉落 不但会砸到下方行经的汽机车 还有民众冒险到分隔岛上检石 台北市政府公园处方面表示 早年政府曾推广种植可食性地井树种 其中芒果树就是最大中 为了避免十几公尺高的芒果掉落 威胁人车安全 公园处每年五六月 在芒果落地前都会进行打果作业 今年因为气候异常 打果后的芒果树很快又长出丰盛的果实 因此进行第二次打果工作 我们其实在每年的五到六月 就是会办理打果的事情 就是将这果实打出 那维护整个行人的安全 还有维护整个环境的一个干净性 那当然因为今年气候 比较适合芒果的一个结果 那我们打完果以后呢 又结了蛮多的果实 所以我们这次呢 再办理一次补打 那针对这个次的一个补打的过程 我们大概预计是7月3号起到7月6号 执行三天 针对这个松山路的部分 来做一个整条路的一个补打 说是打果 不过员工对工班人员 却是在密集的置业间上上下下 用手将一颗颗芒果摘下来非常辛苦 芒果很大量都不好炒 然后而且掉下来的话 会砸到人 所以我们要赶快把它收起来 初步估计 员工对工班每天采摘的芒果 重达上百斤 除了送到苗圃做堆肥 也会赠送给周边邻里民众 打下来的一个芒果来说 因为这芒果的甜度蛮高 所以我们其实会 除了拿来做堆肥以外 那另外就是说 周边的居民或里长 针对这个芒果树 想要做一个食农教育 或者是说等于说 环境教育的使用的教材的话 我们其实会主动提供给他 如果他跟我们索取的话 我们会提供给他们做一个 环境教育的使用的教材做使用 据了解 全台北市列馆的芒果树 超过550株 多种植在人行道 分割岛及公园 公园树方面 除了定期执行打果作业 也呼吁民众 不要自行打果 以免发生难以预料的公安危险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为了要达到净零碳排的目标 高雄市政府编列预算 将高雄市11个区的理工物机车 换成电动机车 林雅区里长们到林雅区公所 齐聚一堂 准备领取新车 而这一次的态换 正是为高雄的环境与空气品质 尽心力 达到节能减碳的目的 林雅区临华里的里长 戴着安全帽 骑着新的电动机车 往镜头的方向缓缓前进 对于刚刚試骑的心得 似乎相当满意 試骑之后的感受怎么样 那个加速性 我觉得还不错 然后它因为它龙头 它其实有点偏重 所以会相对比较稳定 在高速骑程 刚刚有稍微试一下 再看过来 林雅区的里长主席 坐在机车上 比出帅气的姿势 接着按一按方向灯和喇叭 似乎还在摸索 电动机车的各种功能 从今天开始在里内的大街小巷 在骑 一定很多的民众会问我 里长你这骑着什么机车 我就会跟大家说 这个是电动机车 我们一起来推广这个节能减碳 为了净零碳排的目标 再加上高雄市十一区的 里公务机车已建年限 高市府编列预算 泰换燃油机车为电动机车 林雅区的里长们齐聚一堂填写着资料 准备领取新的里公务机车 旧的机车已经八年了 那新的机车给我们的里长们 会比较一个安全的服务里民们 也希望里长在大街小巷的服务 能够去启发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 大家都共同来落实这个净零城市的 相关的一些规则跟方案 里长每天骑着公务车在里内爬爬走 那总不可能让它变成一个 移动式的污染源 所以追求的这个目标没有改变 所以市府就从善如流 赶快进行的签约仪式 让两家厂商进来投标 每个里长也很开心的 然后来换这个交通工具 那我觉得这是个城市进步的展现 在外面我们骑车的时候看到那些年轻人 骑这个电动车 心里就很喜欢说 什么时候我也有这个机会 可以骑下电动车 今天终于如愿一场 今天非常地高兴 我们公所这边 大动作就是采用光用机车 在交车的现场 车厂的经理以及工作人员 也在旁协助里长们 了解电动机车的使用方法 以及注意事项 我们有配备这个前后双镜头的行车记录器 让那个里长在执行上面 安全更有保障 里长总是骑着机车 穿梭在邻里间做选民服务 除了油钱之外 可能还有许多相关支出 而透过这一次将燃油机车 换成电动机车 或许就能减少燃油的使用 同时兼顾环保 一起节能减碳 减少空气污染 记者郑光佩 庄舒婷苏幻君高雄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佳新闻 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那我就完美了 coop 多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盒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拥持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营养化碳终结者 能够讲提醒您 屋外是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家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营养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 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室热水器 三 敢用电热水器 能够讲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酒驾罚很大 一 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聚或聚策罚更大哦 二 呼气酒策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 酒驾在犯 聚检及聚策在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 酒驾重新考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六千至一万两千元哦 五 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 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考照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零用人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